折黑總統澤萬再次入醫院 並且要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澤萬送底布拉格的醫院的時候 由擔架床送入急症室 澤萬教授之前在總統官邸 拉尼城堡和黨友兼總理巴比什 談敗選的事 醫生就發聲明說 因為未獲得澤萬本人同意 所以不可以披露診斷的細節 但就說 是和他長期患病的併發症相關 澤萬長期吃煙、飲酒 並且有糖尿病和相關的神經病變 上個月中入過醫院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出院 當時官方說他只是按計劃驗身 各項測試都沒有發現威脅性命的疾病 只是有些脫水和疲勞